大家好 好未来跌到70% 中国在新华社24号的最新消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其中提出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现有学科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盈利性的机构 建立培训内容备案与监督制度 制定出台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资料管理办法 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 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 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 学科类培训机构 余力不得上市融资 严禁资本化运作 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 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 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 学科类培训机构的资产 外资不得通过兼并收购 委托经营加盟连锁 利用可变利益实体等方式 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 新华社的消息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 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全文 那我呢简单把这个意见给大家读一下吧 那一是总体要求 指导思想是坚持新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利得数人的根本任务 着眼建设高素质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 深化校园培训机构治理 坚决防止侵害群众利益行为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 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细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二是工作原则 坚持学生微本 回应关切 遵循教育规律 三是工作目标 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那里边主要提到 全面减压作业工作总量 还有时长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 文章里提到 健全作业管理机制 分类明确作业总量 提高作业设计质量 加强作业完成指导 科学利用客余的时间 里面也提到 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 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保证课后服务时间 提高课后服务质量 拓展课后服务渠道 做强 做优 免费线上学习服务 坚持从严治理 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将规范的校外培训行为 建立培训内容备案与监督制度 制定出台校外培训机构的 培训教材管理办法 强化常态运营监管 大力提升教学质量 确保学生在校内 学足学好 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深化高中招生改革 纳入质量平行体系 强化配套治理 提升支撑保障能力 保障学校课后服务条件 完善加校设协同机制 做好培训广告监管 扎实做好试点探索 确保智力工作稳妥推进 明确试点工作的要求 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合理利用校内资源 强化培训收费监管 全面系统做好部署 明确部门工作责任 大家知道数字安全 或者是信息网络安全 大数据非常重要 当时滴滴 大家知道滴滴就是 英国媒体的曝光 滴滴向美国的相关机构 透露了中国的政府人员 打车的数据 给了美国相关机构 美国相关机构掌握了 中国政府人员打车数据 掌握了中国的一些敏感信息 所以滴滴这个也被叫停了 那你现在看啊 中国叫停现在这个线上教学 我觉得和滴滴是一样的 线上教学你可以看啊 一个外国人 对吧 可能这个人就在美国 而对方到底是什么身份 之前我听说过 有一些人是在国外有一些这个 甚至有一些人是军人 跟美国军方有关系的 直接跟中国学生可以直接聊 透过这种线上教学 直接就跟中国人聊 聊什么没人知道 两个人就在这个语音通话 聊到底聊什么 而且跟中国的年轻人 渗透了很多东西 跟中国年轻人 中国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是中国学校的失误啊 中国学校有些老师课堂上不讲 你回去自己学 义务教育嘛 大家都不教了 学生得不到一些东西 那就家长也着急 干脆线下教学 跟外国人线下学 结果你就把这个阵地放松了 你老师不教这些学生 你意识形态阵地就被外国人拿走了 意识形态阵地外国人拿走了 外国老师外国的有一些 甚至我知道啊 有一些军方的外国军方的 退伍军人啊 就是招聘嘛 到中国的一些这个视频网站上 或者是一些英语教学 就教你中国学生 而且爆出很多啊 就直接说台湾问题 说台湾就是国家 就给中国人洗脑的 有很多那老师最后都被开除了嘛 甚至有一些潜秘默化的 告诉你一些什么这个 关于六四啊 关于天安门的事 后来都翻出来了嘛 有很多那新闻 就是你学校教育这个阵地 你放松了以后 结果这个阵地给谁了 给外国人了 而且外国人参股 甚至连美军都可以参与 天天教育你的孩子 你天天在网上 天天跟着外国人斗 教育教训外国人 还给人家洗脑 意识形态洗脑 结果你自己的孩子呢 每天看着外国人的英语 外国人拿英语教你孩子 你又听不懂 给你孩子洗脑 这就是教育阵地的缺失 你看习平那个话里边也讲了吧 你教育阵地不能缺失 你必须把教育阵地重新夺回来 你这些老师啊 怎么说 原来可能是因为减负 学校减负 老师怕给学生负担 学生就不留作业了 不留作业 家长又不干了 结果这一番教育 教育机构 他们可以赚到钱了 他们又雨后春水上崛起了 但是他们又没有规范 他随意雇佣一些人 有一些还有犯罪前科 有一些就是现役美军 有一些是美国军人 有一些有意识形态目的的人 他给你这孩子 给现在的这年轻人讲一些东西 那你这个不管起来的话 我觉得是问题非常大的 另外有一些年轻人 有一些家庭情况 通过这个视频 互相之间 你的家庭情况 你这些数据 最后呢通过这个相关 就像滴滴一样大数据 你要跑到美国上市 美国就可以要你这些数据 你想能够上这种网课的都是中国富裕家庭 中国富裕家庭 那视频里面全看到了 家长长什么样子 马上你照片都有 家里的情况 甚至某一些个人的问题 个人的信息 他都会掌握 这些大数据 如果把中国这些中产阶级 中产家庭所有的数据掌握起来 美国一分析 对中国敏感数据的分析 对中国的经济 对中国的政治生态 各种数据的分析 那中国这个敏感信息 全让美国掌握 我简单这么一说 你就能理解了 这个数据非常敏感 所以中国你看 从滴滴到现在 这个线上教育 中国在收紧 就是数据 就是什么 大数据时代 双方都要进行监管 都要筑起高墙 就是我之前讲的 逆全球化开始 不要以为这个互联网 带来的这个全球化 互联网发展到高潮 是逆全球化 各自的是互联网的高墙 住的比任何时候都高 这是必然的 因为这个数据 对国家安全构成危险 我自己是支持的 我自己是支持 那学校嘛 学校就可以通过 我觉得也很简单 学校可以通过 这个线上教学 教学改成 不改成外国人教学了 改成中国人自己教学 另外中国人是通过什么 通过考试 有考试资格 另外呢 通过审查 没有资质的 不让你进行教学 就是通过整改 将这个市场更规范化 我觉得短期是利空 但是长期来说 这个市场还 我觉得是好事 对这个市场是好事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